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指數 開盤就直接跳空開低了 那開低之後 幾乎就躺在這裡了 因為今天盤勢跌了300多點 現在看尾盤 我看應該也是拉不太起來了 那今天整個指數呢 一跌下來破月線 好 那現在重點是 還會不會繼續再跌 對 後面這個盤 現在怎麼去看 好 那各位 我們就直接來分析了 因為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我一直跟他講 我們都在解未來盤 可是未來的盤是 你要怎麼去做研判 好 那各位 你看我的節目 我說我跟吉他老師 比較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的節目裡面 會給你的是國際觀 如果說你連國際觀都不懂 反正每天都是買 對不對 漲也買 跌也買 可是我跟他講過 股市漲跌它是有理論依據的 所以你還是要從國際金融角度 你去推演 你這樣子才能夠趨吉避凶 所以這個盤為什麼今天會讓你看到大跌 應該都知道答案了吧 那到底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情況會不會再惡化 好 我慢慢來去做推演好不好 其實你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台北股市連漲四天嘛 新春開放盤之後連漲四天 那時候我就已經跟各位講過說 連漲四天之後那個陷阱已經出來了 什麼叫做陷阱題 就是說有人在做陷阱連你跳 什麼叫做做陷阱連你跳 同樣我們來仔細看嘛 2月7號新春開盤嘛 對不對 連漲四天嘛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就跟他講啦 好 我讓你買最低點 就最低點就是這一天嘛 禮拜一嘛 上禮拜一嘛 因為封關前你不會買股票啦 因為跌了1000多點你怎麼會買股票 你會爆股過年的幾乎都是套牢的嘛 所以呢 連漲四天你說你會買股票 好 我讓你買最低嘛 是不是做陷阱 各位你注意看啦 你買最低啦 到現在為止呢 創新低 你買最低啦 到現在為止呢 創新低 有沒有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讓你看到創新低 一堆股票都這樣子啊 給你買最低嘛 到現在為止創新低嘛 更何況搞不好你是漲起來你才買的 有沒有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啊 有些個股如果你去亂追的 其實你都是套牢的 有些個股你去亂追的 到現在為止都是套牢的 有沒有 現在為止都是套牢的嘛 更何況不用講什麼 過去這兩三個月一堆人跟你講元宇宙嘛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講過啦 這兩三個月你去買元宇宙的你全掛啦 股價現在跌了差不多快四成了啦 沒錯啊 這要怎麼賺 所以上個禮拜四就跟他講過啊 連掌四天的陷阱出來了啦 那關於整個盤的未來的盤勢要怎麼去研判 上個禮拜我就跟他講啊 我說台股補跌壓力大 結果今天跌了三百多點 同學 我讓你在高點賣股票的狀況 不是一次兩次喔 你注意看嘛 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老師啊 但是我跟你講過啊 股票市場裡面大家都想賺錢 每天都想買股票 可是呢每次高點你不賣的時候呢 就算你前面賺了你全部會吐回來啦 搞不好你還倒賠 可是你看啊 這大半年以來 七月初的時候 我在這裡呢跟你講 接近萬八我說 破萬七血流成河嘛 台北股市跌兩千點 對不對 好 十月中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這裡可以買股票了 對不對 可是呢來到十二月聖誕節過後啊 那時候在拉台積電嘛 我說這個地方你會 你會買 你會你這裡進場去買 你會成為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沒錯吧 你再仔細看嘛 17號那一天啊 我跟大家講說補跌壓力要出來了 有沒有 結果台北股市跌千點 漲了四天之後呢 我跟大家講說這裡是陷阱 陷阱出來了 然後呢我在上禮拜我還跟他講 補跌壓力大 有沒有 所以可見到每一次的高點我都叫你跑 可是你又不跑啊 你不跑我能怎麼辦 所以我的節目是幫你還是害你 好 同學你自己去做評估啦 那為什麼這個盤會跌得這麼凶 大家知道原因嘛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的情況造成什麼 美國股市大跌嘛 好 美國股市好不容易站回月線喔 站上月線一堆人跟你講 哇 這要開始攻擊了 結果現在要破月線了 那你還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 我說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情況 我說我所看到的內容就是 2月中的那個時間 2月15號的那個時間點 我看到報導是這樣子 北方的檳城是越來越厚啊 所以你說 俄羅斯會不會去 針對烏克蘭有什麼樣的動作 我說在2月中旬之後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我跟你講的東西 我們不是亂講啊 俄羅斯跟白俄羅斯軍演嘛 美國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叫公民 趕快離開 烏克蘭進入最危險的10天 是不是 為什麼最危險的10天 你應該知道答案了嘛 對不對 到底會不會打 拜登說啦 俄羅斯16號開始要攻擊烏克蘭 老實講打不打 我不知道 在今天之後的節目裡面 很多人會跟你分析啦 俄羅斯到底會不會打烏克蘭 你是認識普丁兄 你又知道了 所以很多老師那種解法 我是建議你啦 算了不要看了啦 那根本讓你賺不到錢嘛 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國際觀都不懂 你認為會讓你賺到錢嗎 你去想一下 OK 好 這東西我們都提早跟大家做過說明了 好 那接下來重點是 那你台股會不會繼續跌啊 老實講這個重量放在哪裡 你美股會不會跌嘛 是不是 那你說烏克蘭到底會不會去 會不會跟俄羅斯有戰爭 我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說這一段期間 這一個多禮拜啊 那是最危險的時間點啊 如果說真的有動作兩天就結束啦 那搞不好兩天結束 還不一定會是壞事啦 但是我們不是那麼壞心啦 但是到底情況會怎麼樣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就從國際金融這一塊來看 你還記不記得上禮拜我跟他講 我說什麼 美股漲上來 但是我2月7號我就說 這只是修正乖離喔 待會兒會講資金移轉 那時候我說美股漲上來 只是算修正乖離 為什麼 現在不是只有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事件而已啊 你通膨是沒有解啦 所以我那時候我跟他講啊 我說比美股來看啊 1月31號這個點它不可以破了 這個破就代表說什麼 你反彈結束了啦 你前地還是要破啦 那現在如果說以美股來看 你現在前地這個位置 已經差不多岌岌可危了啦 因為你那打指數呢 上禮拜五的時候呢盤中有破 你下影線也流不出來對不對 那現在關鍵點在哪裡 你注意看啦 上禮拜有跟大家講嘛 歐洲通過了金變法案 那當然啊 對一些半導體比較有利嘛 比方說美光嘛 那美光稍微有彈起來對不對 可是你再注意看喔 對英特爾也比較有利 但是英特爾談不起來 大半年啊 那個空頭趨勢沒有變嘛 連NVIDIA的走勢呢 昨天啊大跌7%啦 那你現在年限最後的支撐嘛 差多少 差1%多而已啦 阿發貝的股價呢 禮拜五的時候呢 跌了3%多啦 現在最後的支撐啊 離那個年限啊 也點多是1%而已啦 好那剛才快破了嘛對不對 蘋果的股價我跟大家講過嘛 當他破季線就代表什麼 那個短線的套勞籌碼已經出現了 破了啊 TESLA的股價我那時候也跟他講嘛 年限不可以破 那你現在年限呢 只差0.06%而已啦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美股現在 之前在撐盤的一些個股 他離支撐都不遠了 欸那不能破啊 那你破那麼麻煩啊 更何況什麼 你跌升的股票 臉書嘛 看起來還創低點啊 網飛呢 Netflix呢 禮拜五跌14%啊 彈也彈不起來 所以呢 現在美國股市呢 他離那個 全值股離那個重要的支撐點 差一點點 所以我認為這個點啊 應該是岌岌可危啊 那這點一破會造成什麼現象 我1月10號有跟大家講過嘛 美股最大危機就是 面臨融資斷頭的最後階段 如果你的全值股都在破 你說臺北股市不受影響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們慢慢去推理嘛 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今天沒有時間去講到通膨這一塊 好了通膨那塊我們先放一邊 我們逛就二樓室跟烏克蘭的事件來看 他們你知道嗎 現在國際金融 國際應該說啦 市場上的資金要跑去哪裡 你注意看喔 這個事件會影響什麼 油價 那 禮拜五的時候呢 大漲了3%多 他在創新高 油價跑去哪裡 好你再注意看 黃金禮拜五的時候呢 大漲 創這一段以來的新高 現在離前高差一點點 對不對 好你再注意看喔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之前因為通膨它一路飆嘛 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嗎 禮拜五的時候啊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跌了4.7% 你說啊跌了4.7%很好啊 這裡不會有通膨啊 連國際金融你都不懂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跌下來 代表說你債券是大漲 因為那是反向的關係 那你債券為什麼會大漲 現在市場上的資金 已經找不到地方投資了 油價漲上來 黃金漲上來 算了 最穩是債券 所以他們開始去買債券 所以整個股市的資金 全部跑出來啊 所以這會造成什麼 整個市場那個避險的觀念 它越來越重 所以同學們 你看我的節目 我在不要說上個禮拜一 新春開盤 連那個春節期間的時候 我的節目裡面都在跟你談這個 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是不是 那什麼叫做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同學們仔細看 從上個禮拜一之後 我每天都在跟你講 你要注意 因為美股它只是修正觀禮而已 不是完全走多 因為你那個通膨都還沒有辦法 有那種化解的跡象 那更何況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事件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資金避風港因為放在哪裡 全市場老師都叫你去買電子股 你看我的節目 我敢說啦 全市場所有老師裡面只有我跟你講什麼 因為油價會大漲 油價昨天漲到94塊4嘛 我跟你講現在市場已經不是看100 是看120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油價一定大漲啊 所以你這個盤你要做什麼東西 你要跟油價有關係的股票啊 對不對 這叫做國際觀啦 因為不是亂猜啦 所以呢 從上禮拜一開始全市場所有老師裡面 我就跟你講 你就去買塑化股 對不對 好那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當你去買塑化股的時候 我說嘛 我們禮拜一開始進場嘛 國橋大漲一段上來嘛 對不對 你看華夏嘛 禮拜一我們進場去嘛 禮拜二我們再加碼嘛 結果呢又飆上來嘛 今天這些股票 不繼續在漲嗎 不繼續在漲嘛 好我們來看沒漲的嘛好不好 沒漲的股票到現在為止呢 你禮拜一進場去嘛 現在還在底部啊 你禮拜一進場去嘛 現在也都跌不下來啊 更光你油價還要繼續飆啊 所以我問各位嘛 你到底要買什麼 啊這跌很深了啦 沒有關係啦 買看看嘛 是不是 你之前買的人到現在為止 你已經融資斷頭了啊 到現在為止一堆股票啊 到現在為止一堆股票 都在窗波段低點啊 有沒有 一堆股票都在窗波段低點啊 我說禮拜一給你買到最低點好了啦 你到現在為止還是賠啊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們做呢 低檔買完上去了 低檔買完上去了 而且你油價還要繼續飆啊 所以我說塑膠類股 你當初你跟著買在低檔 你也不用追嘛 建立一下你的基本持股 你現在都在做教 而且油價還要上去啊 所以還沒有結束啊 那當然塑膠本身股本比較大嘛 它可能讓你看到比較慢一點 沒有關係啦 油價還要繼續漲 那個還要繼續供啊 可是你今天看我們的節目 我跟大家講過啊 資金避風港不是說只有一個 好不好 那有什麼樣的資金避風港的股票 能夠比說話股更快 我等一下跟你印證 我們會員就是說這類型的個股 就算今天他肥股是跌300多點 我們個股照樣飆 是嗎 待會兒來印證啊 好不好 接下來的資金避風港會在哪裡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提醒各位啦 我知道跌了300多點 你心情不是很好啦 可是你可以避開的啊 排位是怎麼走我都跟你講過啦 只是你不聽我的嘛 大家都叫你買啊 你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啊 可是你去想一下 每次高點我都叫你賣 這大半年以來你跟其他老師做 你股票已經不知道斷了幾次了 斷到現在為止你還在相信他 你不改變你永遠就是這樣了 好不好 待會兒我們就來看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資金避風港 他會衝上去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是一天大跌 跌了300多點 那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們已經跟他講過 禮拜四說過 連漲4天已經有陷阱出來了 禮拜五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台股補跌 壓力大 那因為現在很多事情 真的是撲朔迷離 你也不要告訴我說 你知道說到底 俄羅斯跟烏克蘭會不會打仗 我覺得你也猜不到了 你晚上去看那個什麼 什麼政論節目 你也猜不到了 因為現在大家所有的訊息 都是看網路來的 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 如果你能夠了解國際觀 我可以跟他講 你可以知道什麼 資金避風港到底會在哪裡 到底這個盤線要怎麼做 一堆電子類股創破段低點 那你現在你要怎麼樣搬回一層 你要去抓這個資金避風港 那什麼叫做資金避風港 那各位 我跟他講過 上個禮拜一 新春開紅盤第一天 很多東西我不是新春開盤第一天 我才跟你講 在過年期間的那一段 後面到底要漲什麼股票 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是嗎 看完BCR我們來印證 到底這個盤你要怎麼樣能夠賺得到錢 OK 導播請播BCR 謝謝 通膨起來的時候 我說油價會飆 所以這會影響到說話 說話有機會 但是當通膨起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族群他也會往上攻 那這個族群影響到台北 跟台北股市有連動性的個股 我先讓你看一下 注意看 這是通膨概念個股 有兩檔股票 一檔股票你看 在去年4月份的時候 這一標起來標5成 這一檔股票 從去年4月份一標起來 標了7成 對不對 為什麼那個時間點 這些個股會動 你仔細看嘛 我說另外一個族群會動嘛 因為在去年4月份的時候 這個東西標起來 有沒有 所以當這個東西標起來的時候 台北股市相關的概念個股 它速度很快 兩個多禮拜到三個禮拜 它標了5成 那這檔個股它標了7成 所以你問我說 這個盤這樣不好 這裡我到底要去做什麼股票 不是叫你去亂拆 很多東西是跟國際金融有關 所以我說 從未來這一年通膜來看 資產股它會看通膨 但是資產股比較老牛嘛 那塑化股因為油價的關係嘛 一定有機會 但是塑化股股本比較大 但是最起碼它還會動 可是如果你要去找 那個速度快的股票 就跟 剛剛就跟他講啊 當這個族群移動 當這個產品移動起來 它的股價就會像這樣子 一標起來最起碼5成以上 所以你說後面的個股 到底方向在哪裡 我們都準備好了 好 這段VC 油價是春節期間的時候 你注意看 剛剛日期是1月27號 我們1月26號封關 那時候我說 新春期間我說 我們來談操作了 那我跟各位講 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好 我們來仔細看 資金避風港有幾個方向 那當然第一個 你看到油價已經飆上來 我說跟塑化股有關 所以之前都不有人講塑化股 接下來開始你看 已經開始有人開始講 對不對 好吧 幫我們抬價 有些老師只有抬價的份 但是我是讓你做教 好 但是我們現在要去找的 資金避風港 我要找更快的 更快的方式上在哪裡 好 各位你注意看 剛剛VCR裡面 你看到的是這檔個股嗎 應該說這個金融商品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日期了 我1月27號跟你講的嘛 那時候日期1月25號左右 有沒有 我說還有一個金融商品會動 除了油價還有一個金融商品會動 這個東西一動起來 前面讓你看到嘛 那一動起來開始飆嘛 一動起來開始大漲 對不對 好 我們直接掀開了 時間不多 新春期間的時候我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我從這裡撕了 這個東西你知道 你看我節目你一定知道 為什麼 我那時候跟他講黃金 我跟你講 不要說有沒有烏克蘭俄羅斯的事情 光是通膨黃金就是要漲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講黃金嘛 黃金漲起來的時候呢 會有兩檔個股會動 一檔是8390的金益頂 這是黃金概念個股 另外一檔個股呢 叫9955的什麼佳龍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黃金大長 沒騙你嗎 東西是這樣的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跟我看到的東西都一樣 問一次很多人沒有國際關 不知道怎麼去連貫 但是你先看我節目 我說我已經找你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咧 除了說話之外呢 上個禮拜二我們開始低間 我說買進9955加龍 這檔是黃金概念股 172到175附近低檔持貨買進 上個禮拜二呢 我叫你去買金益頂嘛 8390金益頂 這檔是黃金概念股 你看都沒有大漲我叫你買 對不對 台股跌300多點 常聽啊 你不用買啊 你今天要買買不到啊 為什麼 今天9.0102分左右就工漲梯 你怎麼買 你不提早買你要怎麼買 所以我們的會員 上個禮拜低檔買 今天開始工漲梯了 8390金益頂也是一樣 上個禮拜二開始買 今天一個大漲起來啊 你說賺不到錢 看你跟誰做而已啦 你都去選那個沒有國際館的老師 每天叫你買啊 去年大半年的時間 你已經不知道斷了幾次頭了 融資斷一斷頭啊 可是你還在跟嘛 跟到現在為止還是套牢啊 這東西你不變 永遠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接下來的資金避風港還有 好不好 本益比不到10倍還在低檔喔 因為這類型的個股到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嘛 去年賺2.2嘛 今年的獲利呢 比去年還多了1.5倍以上 所以呢 本益比不到10倍 而且呢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還在低檔啦 20幾塊而已啦 我是建議各位啊 趕快切入啦 與其你去抓電子類股破底 不如趕快去抓 資金避風港的股票在哪裡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那我不知道你們認同啦 因為盤會怎麼走 我也跟各位撿過了 但我解盤是為了賺錢 我們的股票也上去了 那你今年要賺 你最起碼找個 董國機關的老師 好不好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來 今天有一個體驗架啦 電話不能秀 今天有一個體驗架 歡迎你來電諮詢 好不好 讓我帶你賺一整年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在這時刻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